这些场景或许你不陌生 政论节目名嘴讨论死刑问题 没有证据却天花乱坠 每次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Face联盟就会被点名负责 网路上充满着丑恨留言 2010年法务部召开北中南东公厅会 讨论死刑存废问题后 结论都还没有整理好 第二天法务部长立即签署死刑执行令 公厅会只是做做样子 但死刑真的不能讨论吗 支持死刑和反对死刑的人 真的是极端对立吗 有没有一种让大家可以对话 讨论的沟通方式 你听过公民审议吗 公民审议不是辩论 不是比大小声 不是讲干话 它是一种民主参与模式 希望达到民主深化的目的 它的精神是 不论支持或反对某项主张 参与者都应该用开放的态度 在愿意接受相关资讯 及这些资讯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意见 理性讨论互相理解 同时思考如何产出相关政策方向 并且往前推进 例如2008年 研考会举办 死刑存费与否公民审议 2014年 公民宪政推动联盟 也举办死刑替代方案的 草根公民审议会议 透过这样的方法 不同立场的人都可以尽量 吸收相关资讯 充分讨论 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但一场是不够的 多面向的考量是必要的 专民奏灰残雄 死刑替代方案公民审议计划 2018年全台走透透 希望不管支持或反对死刑 只要愿意讨论 死刑替代方案的公民 都能参与讨论 奏灰残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